这个视频开个箱 新买了一个键盘 之前用的这个84键盘 其实我做过很多调查 最后选了它 价格呢也在400出头 我买的这个版本是科之的K68 极致灰 金粉粥 TTC 我估计我的粉丝中大部分都不懂键盘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 主要也是为了颜值而买的 他说这个是灰 但实际上有一点点的蓝 这个配色有点像苹果电脑中的 一个灰色的主题方案 两段式的 好紧 这是磁锡式的 2.4G 22年12月初的 这是我第一次用金粉轴 主要是打字涌 听说这个键盘的卫星轴挺稳 这是一个68键 这个旋钮是切换连接模式的 并不是调节音量的 好漂亮 这个键盘价格应该在600块钱 这是加大龙的轻轴 这是金粉轴 目前最顶级的轴了 特别适合打字 回头我还是把这个光去掉吧 它的这把键盘只有2000毫安的电池 这个好像是3500尺寸要小一点 要轻不少 没有上面的功能键 其实这把键盘也不错 但是我个人更喜欢这种小的 这两把键盘都是三摩的 可以蓝牙 也可以2.4G 它这还有标志 我本来想选定制化的方案 有很多像什么DK 6867 VR什么的 有很多很多 但是最后我选择了成品 品牌的可能更有保证 我也不想要那么复杂 或者要那么多的DIY 找一个舒服的 省心的就行了 漂亮的 据说这个键盘不是很好 回头等不好用了 我再换一套键盘 确实很轻 厚度也要小一些 好了 开箱就到这里 通过我的观察 只要是我做键盘的视频 播放量都不高 明知道不高 但是也要做 主要是分享自己的感受 做一个记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